你 你看过吐槽大会的豆瓣评分吗 我看过 你知道吐槽大会越来越不好笑了吗 我心里知道 你听过评论说吐槽大会 已经变成洗白大会了吗 不听过 想过停办吐槽大会吗 其实想过 真的要放弃 我其实有一个改版的想法 但是实施不了 说说看 我就是想把一年 各个流行文化比较能代表的人 请过来 比如今年火的相声 我们脱口秀 嘻哈 还有媒体老师 编剧 当然还有演员 歌手 在年中做一个流行文化的论斗 大家互相吐槽 而且这些人我觉得比较有表达欲 比较敢说 也能接受吐槽 但是没人愿意来 我就愿意来 大家好 我是余丽静 谢谢 张绍刚老师 其实我真的挺想采访你的 我今天就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张老师 你穿成这样开心吗 你的家人接受过你吗 你的家人知道 你受尽侮辱 却依然要带给别人开心吗 他们爱我 他们爱我 祝福你 很有个人风格 太好笑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我其实采访的时候 怎么判断自己的问题好不好呢 就是当我问完一个问题的时候 嘉宾说 我们可以不要聊这个了吗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我们只要聊这个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和李诞是前同事 闲闲吧 当年李诞在南方人物周刊 做实习生的时候 我是那儿的高级主笔 是记者中的最高职位 但我们并没有见过面 我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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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诞 是我站得太高了吗 我不配 不采访嘉宾之前都会做功课 可陈卓玄让我没有功课可做 你有作品吗 歌 电影 诗也行 你有吗 我有高考作文 他羡慕你 你都不用做功课就可以有工作 可艺人都像你这样不做功课 我和谁抬杠啊 张元琪也不做功课 我还有诗 我还有诗 但我知道要聊什么 张元琪你知道我要聊什么吗 我不敢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我要聊什么 可我不聊 张元琪刚刚拼命想引起我的注意 其实我还是有点想采访他的 他在微博上说自己是当代哲学家 艺术家 占星家 塔罗家 预言家 风水家 这么多身份 你自己相信吗 你这么多家 你的家人接受过你吗 哈哈哈 他们说要成为一个好rapper就要有态度 要刚 要real 这不就是我吗 说唱就这么简单吗 你气息这么不好也可以唱吗 你看我采访全是单压 抢了rapper的饭碗这样好吗 through した 我见不住 Meh Birxelles 杨丽的脱口戏我特别喜欢 因为她说话很有分寸 特别是那段说垃圾的 但让我失望的是 后来她在微博上 就突然不犀利了 怂了 杨丽 你怎么了 你是喜欢上男人了吗 你天天在节目上骂男人 你自己却偷偷喜欢上了男人 男人知道吗 张雨琪其实我没啥好问的 我采访的时候都问完了 采访前我以为张雨琪是一个花瓶 采访后发现 她真的是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女人 你们老吐槽说雨琪看男人眼光不准 其实她看自己眼光也不准 她说她特别闲眼甜宠剧 雨琪 你知道什么是甜宠剧吗 不知道 你知道甜宠剧的大结局是结婚吗 不敢知道 与其真的是个特别直爽的人 男人看到她就紧张 她得在男人面前表现得特别温柔 才能让男人不紧张 今天在座的男人 我看着都挺紧张的 雨琪 你再怎么温柔也没有用的 男人看到你紧张 看到我也紧张 看到杨丽更紧张 男人怎么这么容易紧张 特别自信 却特别紧张 谢谢大家 我是依丽静 大家好 我是火上交友队的依丽静 入了几期吐槽大会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你们搞脱口秀的怎么什么人都吵CP呀 你们是个烹饪技术学校吗 连张绍刚都放进来跟我吵 你们不怕油烟太大呛死观众吗 刚才在后台工作人员跟我说 说易老师你采访过很多姐姐 要不要采访个哥哥 我看了一眼旁边的汪东城 汪东城看了一眼地板 保洁阿姨看了一眼我 她说 不要随便把男人丢在地板上 注意环保 我说阿姨你怎么可以骂男人呢 你又不是杨丽 杨丽 你别再骂男人了 骂男人骂的一次可以 两次可以 三次也可以 但不能一直骂 一直骂男人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会说 你骂我就骂我 怎么还唠叨起来了呢 你不知道我们男人最怕女人唠叨吗 我其实很想问方东城 你们那个组合到底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 四个 你们曾经有两个队员来过吐槽大会 你们为什么要分开来 是因为不合吗 你想过 如果你掉进水里的话 是他们谁推的吗 你没想过 因为你知道 肯定会有人救你 我跟大张伟路过一档节目 他在台上说我 说我不结婚不谈恋爱是因为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 来了 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感觉啊 是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吗 还是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呀 还是 真正的爱情就这样 那我确实没体验过 我也有几个问题想问大张伟 他我回答的时候 对 再访问访问 你们那个组合到底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 如果他们三个同时掉进水里 你还认得出来吗 你知道他们重组了 却没有带你吗 真的吗 所以 你觉得这个feel 倍儿爽吗 蛋壳说 他现在已经能心平气和地跟盖坐下来喝茶了 但是蛋壳 盖现在还有时间喝你喝茶吗 算了 我不问你 我要留着问盖 这么好的问题 别浪费了 我发现蛋壳坐在这个舞台上跟别人很不一样 他一直绷着脸 弯着腰 很酷 很rapper 就感觉欠了盖的钱不打算还一样 内心充满了peace and love 蛋壳 你虽然不缺peace 也不缺love 但你长期做不值 肯定是缺盖 今天的主看李若彤 他当年演神雕俠女的时候特别入戏 深爱着杨过 后来在生活中 他跟一个富商谈恋爱 也特别入戏 这个富商是怎么打动你的 他很像杨过吗 也给你送雕吗 李若彤在一个节目里居然还能穿上他17岁时的校服 身材保持得真好 作为一个中年女性我很疑惑 为什么中年女性要追求少女感 那你让少女追求什么呢 中年富商吗 李若彤现在一个人过得特别快乐 但他之前还是被无聊网友问 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李若彤说 这是我的人生又不是你的人生 要你管 也有无聊网友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说我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 大张伟 要你管 谢谢大家 我是没人管得了的李若彤 大家好 我是火上交友队的李若彤 他们两个队派了专业的脱口戏有演员 而我们队就派了一个人物访谈记者 我也不会拉票啊 我只会问问题 就看我能不能问死他们了 忽兰 王勉拿冠军你服吗 你不服 但你有什么办法呢 今天再给你个机会打败王勉 你要吗 你要 可是哪有这样的机会啊 王勉 你觉得冠军拿得实至名归吗 你要不要再上来证明自己一次呢 你不要 因为你证明不了 我们这个环节是吐槽别人对夸自己对 但我们这个队友什么值得夸的呢 就是自己人也不放过 我们队友四个脱口秀演员 没有一个上来拉票的 你们是怕输给忽兰和王勉丢人吗 整队淘汰就不丢人了吗 还有李淡 你还来补刀我 就因为我当年没有跟你打招呼 你就记了我十年 我在你心里住了十年 李淡 为什么有现在这个环节 是因为你们对的分是最低的对吗 还是因为老板掌握了绝对的权利 你们难道不想看李淡 不得不复活自己的尴尬时刻吗 那不得先把他淘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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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也不多说了 最后再问一个 你们知道淘汰我们 对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吗 李雪芹会离开 王建国 也会随他而去 你们最大的快乐不就是磕CP吗 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 只要我们火上交友队留下 建国和雪芹 今天就会原地留下 谢谢大家 我是火上交友队的易立静 大家好 我是易立静 大家可能不知道 马思纯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我和他妈妈是朋友 真的 马思纯 你知道我小时候还抱过你的 现在已经抱不动了吗 天哪 你知道你小时候还比现在好笑多了吗 这些问题你不用回答 这是一压一让你的 接下来我正式问你一些问题 马思纯 你又不懂脱口秀 为什么会喜欢呢 你是不是就喜欢自己看不懂的东西 你喜欢张爱玲 你看得懂吗 你喜欢文艺片 你看得懂吗 你喜欢忽兰 我们都看不懂 我还热一点 还是好几 奶万我也看不懂 一个rapper 去参加女团选秀 为了 为了迎合女团的标准 减重15斤 别人跟他说 你瘦了 他哭着说 有你这句话 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奶万 你们女团选拔 用的是一杆秤吗 你没有成团 是因为你们有前九名兽吗 好多女性 为了实现穿衣自由 都在平台的减肥 因为女装的尺码 只有永远赶不上的S码 XS码 XXS码 连瘦死的骆驼 都比S码大 衣服越做越小 永远无法获得 穿衣的自由 你让马思纯和我 这样的大妈女性 怎么办 像男人那样 无拘无束 快乐每一天吗 说说产生 这些快乐的运动员吧 我一直搞不懂这个群体 范志毅的前妻是空姐 周琪的老婆也是空姐 你们打球的 怎么都喜欢找空姐啊 你们是上了飞机 去想谈恋爱吗 对不起 空姐说 先生 小桌板收一下 郭艾伦说 Yes I do 周琪说 Kahab too 什么意思呢 波兰语的我爱你 范志毅说 中国男男脸都不要了 都说郭艾伦是靠他叔叔 在篮球圈上位的 郭艾伦 我看你也挺喜欢上综艺的 要不要在这里认个叔呢 叫一句李叔 就能拿个吐槽大会的冠军 李叔难道不比你输好吗 世界杯你们都敢输 还怕这个输吗 听说运动员脾气都很暴躁 但分有成绩的暴躁 和没有成绩的暴躁 郭艾伦 你觉得你是哪种暴躁 是打不进NBA的那种暴躁吗 听说你擅长三步上篮 是 一步传球 二步冷静 三步上篮吗 这怎么那么反气 这怎么办反气了 范之逸 我对他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我怕他打我 今天来了好多年轻的男男运动员 你们怎么那么爱上综艺呢 为什么范之逸年轻的时候不上综艺呢 是因为训练耽误他上综艺了吗 不是 因为他那个年代只有一个综艺 政大综艺 周琦曾代表中国男男打进过NBA 周琦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代表中国男男吗 你左手拿着鸡蛋灌饼 右手牵着空姐 你代表的不是中国宅男吗 为什么你进了NBA 那么快就回来了 是因为展男不爱运动吗 今天来了很多男男的 女男的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呢 是因为女男太优秀 没有槽点吗 我对篮球最大的疑问 其实不是这个 而是 篮球宝贝为什么都是女生 无论男男还是女男 中场休息跳舞的时候 都是女啦啦队 女男比赛也挺累的 难道就不能整点男啦啦队 助助兴吗 好棒啊 孤独性 像杨明 周琦 对郭艾伦这样的就很合适 长得帅 综艺感好 也不太会打球 太好了 太好了 让他们跟着女男挺好的 不然 他们还有什么办法 登上舞台呢 谢谢大家 我是帮助男男的伊丽静 谢谢伊丽老师 加油 Round 2 不好意思 伊丽阿姨 记得我从小就这么教你吗 在我伊丫伊丫学语的时候 就认识伊丽阿姨了 那个时候我还不会说话 但当时伊丽阿姨 也不怎么会说话 现在我会说话了 伊丽阿姨 你怎么还不会说话呢 我适合跟特别强的人掰头 可马思纯啊 我真的拿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纯纯 你这两年太不容易了 你知道好多人都不舍得吐你吗 也不忍心吐你 别人不忍心吐 我就忍心吐你吗 你把阿姨当什么人了 阿姨虽然不会说话 但会做人啊 伊丽阿姨 你是真的会做人吗 你采访的那么多人里 有人是你的朋友吗 里面倒是有不少是我的朋友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你的吗 他们拉了个群 你知道群吗 你在你们家的家庭群里吗 李老师加油 加油 马思纯 你那么多朋友 有哪个是真的呢 你把周冬雨当朋友 人家有时间跟你做朋友吗 他现在为什么不带你了 是带不动吗 七月与安生 你现在过得安生吗 阿姨又着急了 又不会说话了 阿姨你别着急 你一着急还挑拨起 我跟冬雨的关系了 你私下不是挺温柔的吗 我刚才在后台 还看到你发微信呢 宝贝 在干嘛 有没有嫌我 要不要吃饭饭 摸摸哒 这么可爱吗 造谣 你在干嘛呢 宝贝 你总说自己喜欢书 但你知道 书除了封面 它还有内容吗 你知道书除了 可以用来拍照 还可以用来阅读吗 你知道 书中不仅有颜如玉 还有呼如蓝吗 你当然不知道 你光顾着看这个呼蓝了 我光顾着看呼蓝 是因为她是我的朋友 我觉得她人很善良 刚才我们还打招呼来着 叶阿姨 这么多年 有人跟你问过好吗 有人在乎你的冷暖吗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很多东西 都是因果呢 我真感觉就看悬疑偏远 太怕吧 你每天要问这么多问题 你会不会想一下 自己可能也有心理问题啊 妈呀 这个才是女人啊 我算什么女人啊 我想回家了 阿姨虽然不被人在乎 但阿姨挺在乎你的 你一个好好的演员 不应该去拿影后吗 怎么在这儿 争气吐槽大王了 乖 别讲脱口秀 回去好好演戏 没事多看看中国南岚 阿姨祝你 像南岚那样 无拘无束 健康快乐每一天 大家好 我是上一轮被复活的伊丽静 我很羞愧 我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被复活过 被复活的感觉太丢人了 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 五条人吗 来来来来 比赛到现在 你们看看台上留下的这几个人 还有曹殿蒙 反反复复被吐槽多少遍了 李大 你设计这个节目的原则是什么 是省钱吗 不办不是更省钱吗 有道理啊 你知道你们节目的评分 跌得跟基金一样了吗 不可能 没有那么狠 而且 你以为这就到底了吗 厂上的人实在没有槽点了 就找些所谓的大魔王来 你们看看罗翔 他有什么槽点 他有什么槽点 精通法律 知道如何用合法的手段制裁你 李大 这是槽点吗 这是优点 也是你们效果文化的痛点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另一个大魔王 电竞主播达斯玛 他有什么槽可吐的 他都活在虚拟世界里 你看他现在 表情呆直目光空洞 你们让我问他什么呢 大司马 你掉线了吗 就这个比赛 只有一位选手认真对待 忽兰 大家都在嘻嘻哈哈 只有忽兰认真得跟备战奥运一样 输赢有那么重要吗 你难道没听罗翔老师说 荣誉是有限的 只有德行 才是永恒的吗 你听过 但你做不到 你永远要赢 永远那副德行 我上一场输给了马思纯 也确实是拿他没办法 他一边撒娇一边不讲礼貌 我能怎么办 没礼貌我比较擅长 撒娇我确实不行 我要是撒起娇来 那也太没礼貌了 冯冯 今天就算我不赢你 五条人也会赢你 大张伟也会赢你 你就是本期淘汰的大热门 回家的你也不要难过 练一练KEEP运动直播课 在家染指更快乐 再过三十分钟 你就该难过了 赶紧收拾行李 回家练练吧 欢迎谁 五条人有首歌叫 问题出现 我再告诉大家 那么问题来了 五条人请听题 你们觉得自己是五条人 还是喜剧人 你们知道大众不停地复活 你们 只是为了看你们搞笑吗 你们能不能出一个会员纯净吧 冲会员 去歌 把净华都去掉 只留下华装取宠的东西 吐槽大会也应该这样 冲会员 只留下大张伟 人可三天两口 在微博上发自己读书的照片 是因为现在流行知识崇拜吗 只要你在微博发一些 看书的照片 就会收获一群 没时间看书 但有时间刷微博的粉丝 他们会惊叹 他好有文化 他怎么做到的 我告诉你他怎么做到的 先打开手机 再打开一本书 然后用这部打开的手机 拍这本打开的书 一个崭新的知识分子就诞生了 人科曾经炫耀过 有女生为他读书七个小时 你觉得这浪漫吗 他为你读书七个小时 你为他做了什么呢 让他大声点吗 感情再充沛一点吗 告诉他别害怕 读完你就可以回家了吗 房价 人科你那么喜欢 别人为你读书 应该让真正的读书人 罗祥老师给你读 罗老师最爱读的 就是苏格拉底 还说我像苏格拉底 罗老师 你知道苏格拉底 和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他是被大家投票投媒的 而我需要大家的投票 昨天 我们失去了苏格拉底 但今天 我们为什么不保住伊丽镜呢 谢谢大家 我是需要大家保住的伊丽镜 大家好 我是伊丽镜 你们都说我的人设是没礼貌 我不过是问了一些 大家都想问的问题 问完也没人回答我 这到底是谁没礼貌呢 我是一个深度人物访谈记者 深度访谈的目的 就是呈现人的复杂性 很多人说我是人设卸妆油 其实我从来没有拆过别人的人设 只是有些人设根本立不住 我随便抛出一个问题 他就踏房了 没想到我第一个问题 就成了压垮他人设的最后一个问题 这到底是问题的问题 还是人的问题 这其实是一个 让人笑不出来的好问题 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艺人总爱立一些 容易塌的人设呢 比如爱读书的 马思纯 有文化的 五条人 讨人厌的 张绍刚 这是人设 哦不对 我觉得张老师这个人设挺稳的 我分析了一下 现在的艺人人设 大致分两种 一种是完美人设 没有缺点 没有不良嗜好 也没有作品 还有一种是比完美人设 更完美的人设 叫超人人设 比如光吃不胖的 代谢超人 十几天不睡觉的 精神超人 不谈恋爱 却朝很多 CP的 百搭超人 你们这样赤裸裸的追求名利 合适吗 都不学学超人 遮一下吗 在我看来 所谓人设 就是方便一人推广自己 也方便粉丝追星 这其实是一种偷懒行为 比如现在流行的一种人设 人间清醒 什么都想通了 什么都看透了 在节目里 清醒得疯疯癫癫的 下着节目 浅数得明明白白的 大江流不是说你啊 喂 我没动过人 我说的是那个爱喝酒的人间清醒 是我是我是 人是复杂的 多维度的 不能用一个简单的人设去概括 我们应该接受人的复杂性 让所有人都有勇气去展露自己丰富的样子 其实我也有温柔 讲礼貌的一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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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伊丽静 这是吐槽大会最后的决赛 不应该我们四个决赛选手 拼个你死我活吗 为什么要安排六个无关的人穿插其中呢 就不怕我伤及无功吗 你们不是已经知道我杀疯了吗 你们还说我看提词器 你们以为提词器是在提醒我怎么吐他们吗 No 提词器是在限制我只能这么吐他们 这太久了 这个好 潘昌江老师 虽然您已经被蔡明老师吐槽了二十年 但我还是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您觉得蔡老师幽默吗 她不是幽默 她不是幽默 她嘴损呢 还互动上呢 潘老师 我的提问一般不需要回答 您知道您的喜剧手法主要是个矮吗 这么多年 您有担心过自己长高吗 不用担心 特学研究表明 男子五十岁之后非但不会长高 而且还会变矮 恭喜您 您就矮了 也变强了 听说今年您和蔡明老师的小品 终于被春晚淘汰了 我一开心就把元宵晚会看了 谁知道 元宵晚会播出了你们被淘汰的小品 我当时就想 这难道就是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名 对吧 就这个意思 是的 今天来了个真正没礼貌的人 丁泰生 有人说想看我采访他 你们真的是想看我采访他吗 还是想看 伊丽静会不会把丁泰生弄哭呢 我们不妨现在就试一试 丁泰生 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我可以不看提词器直接骂你吗 乐评人是语言工作者 丁泰生说话却毫不羞逝 都是怎么难听怎么来 他还说别人唱歌难听 你知不知道 你说的比人家唱的还难听 你不知道 因为你唱的比你说的更难听 丁泰生 你试过用你的点评 点评你的歌吗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听完自己的歌就说 你的音色和音质都挺一般的 包括你的flow 其实都太简单了 我虽然不会 但我觉得你这个太简单了 丁泰生 听完自己的点评 是不是有点恼羞成怒 是不是很想反驳 我在叫我做事吗 金沙 我采访过她 她说她很想翻红 为了翻红 她不断上节目 参加了演员 姐姐 还有我的访谈节目 丁一 现在还跟我上了同一个节目 金沙 你还没翻红吗 差不多了 你知道你再不红 我都要红了吗 金沙十几年来都在唱一首歌 被风吹过的夏天 金沙 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关注你了吗 他们都在关注海天微信公众号 现在集团免费人群两万袋海天火锅 爱他蜜火锅鸡料 你可能要问 这对你唱歌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 但抢到就是赚到 没想到有一天 这样插播广告 是我站得太高了是吗 我的天哪 感情啊 感情太大了 李菲尔出道十几年也没有什么作品 他最近在微博上说 给写一点时间 一定会让你爱不释手 李菲尔 十几年时间还不够多吗 不够 还要再给你几个十几年呢 你一个人耽误十几年 演一圈这么多人 你是要耽误我们上下五千年吗 你们看 我直到现在都没有吐槽我的三个对手 毕竟我们一起奋战的时期 已经培养出感情了 你们说 淘汰他们谁我不会难过呢 淘汰谁我都不难过 我就是这样铁石心肠 给姐一点时间 一定会更加铁石心肠 谢谢大家 我是杀疯了的毕丽静 你好杨天真 你好毕丽静 你为什么想来帮我 是因为我打扮了你家艺人马思纯吗 你的艺人被我打扮后 经纪人就亲自上场吗 那经纪人被我打扮后 再派谁来呢 我的妈呀 大姐 我是来帮你的 我来呢 是因为想要签你 因为我只签冠军 你把我的艺人都淘汰了 你又赔不起 所以呢 我只能签了你 你为什么想签我 是想利用我赚钱吗 不然呢 难道是因为我欣赏你吗 我欣赏你懂事 欣赏你有礼貌吗 你现在已经这么缺钱了吗 大妈女装卖得不好吗 我现在可以申请去帮别人吗 不可以 我找你来帮我 你觉得到现在为止帮到我了吗 没有 你给了我机会帮你吗 你已经狠到我帮不了你了 不管我帮不了你 老天爷都帮不了你 你以为这样我就不会再问你了吗 你要不然问问其他人吧 好的 我说话了 大张伟 我后来又来了 你这一期讲过脱口秀吗 就让他talking 你知道你的表演里有 sing dancing jumping acting 就是没有talking 袁慧 袁慧祥 你个相声演员 在脱口秀比赛上拿冠军 合适吗 像话吗 能收场吗 没听说过 去你的吧 没听说过 王建国 我就不问你了 你知道你拿了冠军会失去什么吗 会失去亚军 你觉得好 好 好了 热到你了 听说效果文化炒CP 这事就是你教他们的 你知道这给我造成了多大影响吗 连张绍刚都要跟我炒CP 你放心 既然我要牵你 自然就会把你处理好 张绍刚 拿好这一百万 吐槽热力值 请你 请你离我们家静静远一点 我呢 知道你是怕没热度可蹭 我给你一个选择 你可以来蹭我的热度 我马上呢 要办一个 大马女孩的综艺 我要选一个大马女团 特别欢迎你来参加 来感受一下 找到一些服装的灵感 你确定你要牵我吗 你难道不知道 我是没人管得了的伊丽静吗 在场的各位艺人朋友们 你们还想听到这样丧心病狂的问题吗 我想好了 我牵了他以后呢 就推行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伊丽静付费采访 也就是付费给我 伊丽静就不会采访你 我合同就带来了 待会儿投票呢 让他拿冠军 我立马就牵了他 你们不想看到伊丽静 一牵就安静吗 行 就马上投票 你以为你牵了我 我就不会问你问题了吗 好了可以了 走吧我们走吧 签约去走 谢谢大家 我是伊丽静 那我就归安了 回一课吧 回一课吧 大家好 我是蔡明 少刚说得对 我骂他的部分说得对 但是我没有想来这个节目 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 是年轻人的节目 但是呢 节目组跟我说 你哪来呀 不来你就out了 嘿 我是个虚荣性很强的人 哎呀 一直想紧跟着年轻人的脚步 就怕自己out 但是这些年呀 我在跟随潮流的路上 一步一个跟头 摔得是 叭唧叭唧 今天是王晶导演的主场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必干 听说毕导演拍电影啊 经费有限 就呢 劝自己的老姑父 辞职来演他的电影 拍完电影了 老姑父想 哎呀 该领钱了 是吧 就说 毕干呀 我辞职了 电影也拍完了 我知道 我辞职了 我知道 我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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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鬼畜你啊 毕干对老姑父是真好 拍电影带着 走红毯带着 领奖也带着 也没有人认识 刚进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忽兰是你老姑父 文艺篇导演 果然不按套路出牌啊 别的导演捧老婆 您倒好 捧老姑父 口味珍重 郑泽氏 一位优秀的演员 这些年呢 他不怎么出现在 大家的面前了 所以我就在网上搜他 相关的搜索都是 郑泽氏还活着吗 郑泽氏怎么又活了 要说这位网友啊 你也真是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不知道啊 猫有九条命 肥猫最少有十八条命 不过肥猫这个角色 确实深入人心 给我感动得够呛 简直就是 中国版的阿甘嘛 是吧 就是身材不像 看完我就觉得 Life is like a box of 巧克力糖 被郑泽氏吃了个金光 黄胜一 大家都说他没有演技 是个花瓶 我觉得当花瓶挺好的 是吧 当不了花瓶的 才去当演技派 所以说你不用管别人说什么 以后有人要吐槽你的话 你就理直气壮地跟他说 老娘就是花瓶 怎么着 插你家花了 黄胜一也上过春晚 唱歌 唱第一句就跑掉了 吓得电视机前的正则是 差点掖着 手里的馄饨啊 饺子啊 巧克力啊 撒了一地 打那以后 饭都吃得少了 看看现在瘦的 可怜啊 这又二百三十多斤了 我呢 之前上了个杂志 很多人大惊小怪的 这有什么 其实我平时就很时尚 助理说有个杂志采访 要照片 我就随便找了几张 买菜的照片发过去 哪知道是男人装啊 这下完了 大家都知道 我买菜的时候穿什么了 正事 王鸡 一位优秀的商业篇导演 以及男人装的忠实读者 这影产量很大 但是质量参差不齐 当然这么说也不准确 不乐意了吧 我也不乐意 哪能这么说呀 是吧 那不能叫参赐不齐 那叫参赐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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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不齐 你说你老呲呲个啥呀 拿自己当高压锅呢吗 知道为什么高压锅一直着呲呲吗 让你该放弃就放弃呢 我和王导一起路过一个节目 我发现王导是个特别勤奋的人 一有时间他就写剧本 不管是在后台啊 化妆间啊 一点碎片时间都不放过 所以写出来的剧本那个碎呀 跟饺子馅似的 怪不得拍出来的叫贺碎片呢 真碎呀 当时在节目上 为了节目效果 王导呢 就劳管我叫女朋友 还想跟我CP 哎呀 这声幸亏没让潘长江听见 他能爬上梯子上来 踪你 而且还有郭达呢 郭达什么地位啊 郭达中国版的杰森斯坦森 我和郭达斯坦森呢 因为春晚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 现在你们都长大了 为人父母了 可你们都忙啊 没时间陪孩子给孩子讲故事 我呢就做了一个开心奶奶菜名的公众号 天天给你们孩子讲故事 陪伴他们成长 让孩子多听点故事 少看点呲呲呲呲呲的电影 其实呢 同样都是搞喜剧的 我真的很佩服王金导演 他的商业片真的很厉害 你可以不喜欢他的电影 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的功劳 我听说过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说王金的电影虽然有其庸俗的一面 但可贵的是 他保存了香港电影的种子 他就是这样 把香港电影最珍贵的种子 保存在他的一大驼肥料理 说了这么多 这个吐槽大会啊 是我很喜欢的节目 我是个喜剧演员 我明白让人笑 比让人哭难太多了 尤其是这吐槽 说轻了 观众不过瘾 说中了 嘉宾打起来了 能做出这么一档节目 几十亿的点击量 所以李旦池子 不管你们有没有眼睛 我都好爱你们 谢谢大家 我是开心奶奶蔡明 大家好 我是蔡明 国曹大会这个节目 我特别喜欢看 我觉得这些晚辈 特别厉害 让我们这些前辈 压力很大 不过今天还好 那些厉害的都没来 不然场面就会很难看 长江后浪推前浪 长江死在沙滩上 这个 这里有点过分的 这里有点过分的 我绝对不是说你 我绝对没有说你 请坐 我们来说说潘长江 他为什么可以上这种劲 好奇妙 好奇妙 私下里 我叫他潘哥 潘哥 有很多 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人家紧跟时代潮流 第一批搞短视频 两千多万粉丝 人家这是先天优势 这身高 只要拍出来 就是短视频 别人都得数品拍 只有他和毕业够了 他不仅拍短视频 还玩手游 有一回春晚 我们剧组一起玩一个 射击的游戏 第二年春晚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潘哥就问了 你们哥哪个区呢 我说我们都不玩了 你也别玩了 他说那可不行 我充钱了 我充老多钱了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十年过去了 每次见到他 他都在那玩 刚才在后台 他还在那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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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还在那打枪呢 我真的很想问他 这游戏是不是 只有你一个人在玩啊 这一个人养活了一家公司啊 就你这个玩法 都玩成法人了吧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颜鹤鹤翔翔 没听说过 但是相声演员呢 我倒是认识很多 他们天天在那吹牛 天天说爆菜棉啊 爆菜棉 剪了面 没有一个敢爆菜棉 相声演员呢 他们辈分非常严格 郭德纲呢 管我叫姑姑 所以什么 郭麒麟啊 孟和唐呀 袁云鹏啊 见了我 都叫奶奶 所以今天我想问问 这孙子是谁呀 我真的不是占她便宜 咱们问问她 你该叫我什么 奶奶 平身 像爆菜棉这种梗吧 还是适合王建国 王建国你好 我不是李雪芹 我是李雪芹的婆婆 你可心真大呀 还在这吐槽大会 巴巴巴巴的 李雪芹都跟我儿子跑了 我跟大家说一个实情啊 其实啊 我最开始找的是 建国来演我的儿子 建国是不是 他不来啊 他说怕演不好 你怕啥呀 你肯定演不好啊 但是你是跟我演啊 什么样的歪瓜裂枣 我带不动啊 不是 你这个 你 对边说的话 我这个 你看看对面 你潘叔都站起来了 完全是不打自招 就是啊 他要是不是跟我演 他怎么能变成 小陀螺小萝卜 小螺丝小鸵鸟 小波螺小拖鞋 小骆驼小摩托 小摩托 梁和响 见过吗 菜名爆菜名 丁泰生 我不认识 不认识你喊什么呀 我就听说啊 他批评娃娃的歌难听 我就去把那个片段 搜来听了一下 确实难听 我又仔细听 啊 原来不是娃娃 是丁泰生在巴巴 好多人也管我叫毒蛇 不同的是 我的毒蛇招人喜欢 你的毒蛇呢 有点招人讨厌 所以今天我来教教你 怎么能又毒蛇 又招人喜欢 首先你要说得在理 其次呢 你要说得好玩 当然最重要的 你要跟人家商量好 比方说 潘哥 我可以骂你吗 你 你随便骂我 丁泰生 骂他 其实啊 我跟潘哥 我们除了工作 私下里也很少见面的 现在的CP不都这样吗 当然了 雪芹跟建国除外 他们俩现在连工作都不见面了 我呢 做了一辈子的演员 虽然辛苦 但也很值得 我在B站 现在有一个熏悉偶像 叫蔡蔡子奶奶口 有一次直播 飘过来一个弹幕 上面写 我的爷爷奶奶 看您的影视剧 我的爸爸妈妈 看春晚 我在B站看蔡蔡子 感谢您 陪伴了我们三代人 哎呀 我真的特别感动 我就赶紧说 那你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你们三代人 可别忘了 一键三连哦 谢谢大家 我是一不小心 就陪伴了三代人的蔡明 大家好 我是金星 谢谢 在我今天 我开吐槽之前啊 声明一件事情啊 本人脚 不是三马啊 三九的 全国人民都知道 有些网友真在说 他们真当真了 三九的 正合适 好了 我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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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主持人张绍刚 绍刚 名字起得多么刚正不阿 对吧 跟人差距太大了 真可惜你这名字了 真的 我真是的 我打心眼里吧 特想把你当一个好人来对待 真的 但是 每当你一看你在电视节目出现的时候吧 你是真烦人 真讨厌 在电视上我一看到他 一看到你啊 我就想踹你 金姐就这一个脾气啊 刚才说话 那句话我重说一遍啊 但凡我在节目中看到了张绍刚 看到了你 你是真烦人 真讨厌 一看见你在电视里出现的时候 我就想踹死你 你看 这样说才算 完美 还得说两遍啊 当然了 第一个是踹你 第二个没掉踹死你 真的吗 你看 听说张绍刚好还接了一档 我曾经做过的一档节目 今夜百乐门 金姐的节目是那么好接的吗 观众朋友们 你那么愿意接金姐的节目 你怎么不去接金星秀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张绍刚 欢迎来到金星秀 很好呀 对吧 你看 我做什么 张绍刚就做什么 我做了个百乐门 他也去做了百乐门 我做个相亲节目 他在那边也做了个相亲节目 绍刚 你平时是不是也爱穿旗袍啊 好了 言归正传 刚才最后一个上台吐槽的是我的姐妹 帆子对吧 谢谢啊 谢谢到这里玩烫啊 帆子啊 太感谢了 帆子姐妹 好姐妹 生活得很幸福 一个优秀的女演员 嫁给了一个优秀的导演 但是在他们之间的拍戏合作呀 绝对不存在任何潜规则 真的 比如说 小刚跟帆子说了 徐帆 一会儿咱们到卧室里谈谈本子 谈谈戏好吗 徐帆说的 谈什么本子 今晚你还睡沙发 看到了吧 娱乐圈的楷模 清清白白 绝对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靠的是什么呀 靠的就是那个逆尾 最近啊 有个综艺节目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据说里面啊 有这样一个细节 一个小导演说 徐帆的演技不行 就没请徐帆去演 真是无稽之谈 徐帆演技不行 谁信呢 全中国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 但是 有一个人相信了 他真是觉得徐帆的演技 真是不行 不入行 所以 才没让他去演芳华 其实我知道 芳华 之所以小刚不让徐帆去演嘛 这我是姐妹嘛 我知道内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小刚说过 小刚说了 在文工团那段时光 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日子 而文工团里 没有徐帆 好吧 接下来说了 赵立新 赵立新 我不能老拍桌子 赵立新 他会说四国外语 当初到前面都听说了吧 学俄语的时候 谈了四五个俄罗斯女朋友 仅仅八个月内 女朋友语言全搞定了 到了瑞典以后更快了 四个月又搞定了瑞典语 多有天赋啊 教女朋友的天赋 是吧 所以姑娘们记住了 当你们交外国男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搞不好 就是来跟你学语言的 学完了就跟你分手 真的真的 别笑 我们家汉斯 你看到了吧 我们结婚十多年了 对吧 到现在只会说 你好 谢谢 是我们家汉斯笨吗 不是 是我不教 把男人留在身边的绝窍 就是别教他什么都懂了 真的 关键是吧 我也教不了 就我的口条 就我的口音 跟我学的中文 开玩笑 能听吗 对吧 在家里说 亲爱的 我老喜欢你 一个德国人 大老远到中国来 说出这种口音 那真是太刺激了 刚才立心 他们调侃我说话 有东北口音 我一点都不回避 确实 在舞台上 我真是要是 稍微有点 那个精神不集中的话吧 我的东北话 刺激就出来了 刺激就出来了 刺激 刚才那个是光机 对 我就有刺激就出来了 对吧 但是我这个人特别有 特别识食物 怎么会的 我在舞台上跌倒了 我就会在酒桌上站起来 自打我们俩开始排练 一直到上台演出 两个月期间啊 我天天晚上 灌赵立心喝酒 这一点我跟翻得特别像 我们俩都喝高度酒 只喝50度以上的 对吧 劝赵立心喝酒啊 太容易了 哎呀 酒杯一端 就说 立心 今天酒桌上 你就是主角 赵立心呢 边喝边哭啊 我就是主角 我就是男一号 我一看到他这个德行 我说他喝醉了 去年底 我们俩不合作过话剧吗 立心导演 主演的话剧 父亲 他在话剧里面 他演我父亲 不 他演我丈夫 他演我丈夫 演得特别好 我演他的妻子 有一次排练的时候啊 我们家汉斯啊 来探班 休息的时候 我看这两个男人啊 在旁边交流 怎样面对一个 强势的女人的心得 我一下子分不清 到底哪个是我丈夫了 这个时候 赵立心的太子 他缓缓走来 在我耳边说 就那个 哪儿哪儿都 透着外国范儿的那个 穿三件套的 就是赵立心 再往下说了啊 张欣逸 嗯 准备好了吧丫头啊 之前啊 我主持那个 安徽那个国剧盛典的时候吧 我穿着高跟鞋啊 站了六个小时 主持节目 累死我了 所有明星在那 都熬造型的 就张欣逸一个人 在家坐着看着我 冲我笔以后 心疼我呀 说的喝点水 把鞋脱了吧姐 就这样子 我看完以后吧 我就看 可窝心了 特别的感动 到后台以后 我见到她以后 我说的 张欣逸 姐真谢谢你了 没有事 习惯了 你说这孩子 这丫头多好 通过这件事情 金姐对你刮目相看 真的 真的 你就是个在家里吧 什么倒倒水 打扫打扫 卫生的 做个家庭主妇 刚才都在吐槽我 说我是个直男癌 对吧 逮着哪个女性 就劝她什么结婚 做家庭主妇 真没有 你看在这儿 这么多优秀的女性 我劝过她们吗 对吧 张一新 不 张欣逸 姐劝过你吗 没有 关键是 别的她也做不好 把胡歌和袁红 伺候好了就行了 张鸿飞 不认识这个人的话 不知道是谁的话 一听这个名字 这不是武侠小说里 出现的人物吗 对吧 张鸿飞 你现在不摇滚了 怎么回事 摇不起了还滚不动了 前段有部电影 叫做什么摇滚杖 是你演的吗 跟你没关系是吧 张鸿飞啊 现在不玩摇滚了 总参加什么语言类节目 但是 红飞 姐姐作为前辈 摩扒滚打的前辈 跟你说句实话 开口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真的 姐这点带点东北口音 都被她们怼了这么多年 对吧 你这种开口都费劲的 你算了吧 就是对吧 你就应该回家去当家庭主妇 对吧 帽子也合适 也不怕油上头 就吧 你看 金姐不是吃奶吧 我不光只劝女性做家庭主妇 张鸿飞这种超老爷们 我也劝 真适合做家庭主妇 真的 好了 张全霖 刚刚说他上七%说是给我救场 全霖咱们要低调一点 知道吗 搞投资一定要很低调才行 感觉不要太好 知道吗 第四季我没去是因为什么吗 是因为他们付不起我的出厂费 他们还跟我说了 他们说请你一个 能请好几个张全霖呢 后来他就去了 八卦一下他给你多少钱 开玩笑了 开玩笑了 好几个张绍刚的钱 真的 好几个张绍刚的钱 没事 平静平静 只要你们说出来 只要你们快乐 张全霖有很多的称号 他被称为什么 女版高晓松 女版白颜松 而我却没有类似的称号 明白吗 因为我不需要别人的名字 作为标签 我自己就是女版的金星 很荣幸 很荣幸 以舞蹈演员的身份 转换成为了主持人 做金星秀桌子这么多年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而且我那对红沙发 也确实创造了很多奇迹 来的单身嘉宾 坐上红沙发以后 不久就结婚生子了 结婚没生子的嘉宾 坐上去以后 不久就爆出了有私生子了 真的 真灵 咱做人做节目 就讲这个真实 很多人都说我毒蛇 我毒吗 我毒 我承认 但我的毒蛇 绝对不是乱讲话 乱攻击人 我对我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都是负责任的 在如今这个推崇的 中庸态度的社会里边 我们大家都习惯了那种 不通不痒的 真实和独立的声音 简直成了一个稀罕的物件 换句话说吧 今天这场吐槽大会 请我一个人就够了 你看导演出行动的人干啥 花多少钱啊 对吧 那个张全令得花三倍 张少刚的钱呢 请我一个人算了 费地不讨好 少刚 等会儿把地锅扫了 那就扫了去 我 金星 我存在的意义 就是让大家看到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有另一种可能 另一种选择 我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行动 都源于我真实的想法 我让人们看到 做你自己不难 但你首先要敢做 我的世界观 价值观 婚姻观 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和讨论 这都不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我自己的日子过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再重申一遍 我的毒 不是毒药的毒 是毒到的毒 我不仅过去读 现在读 将来我还会 一直读下去的 毒蛇惊心 就是我 谢谢大家 在我开土之前 我跟你说 这节目以后不能上了 怎么了呢 原来吧 土的还挺过瘾的 但发现这个节目 越来越变成一个 尊老爱幼的节目了 既然我敢坐在那 我就敢 让大家怎么土的没事 但土的也不过瘾 太香了 礼尚往来的 没劲 真是的 来吧 我说吧 我是永远对的 大家好 我是金星 准备吐了 太没劲了 张绍刚 先说你 他老想跟我玩CP 看到他 我脑子完全空白 只有五个字 那什么字吗 丑人多周怪 真的真的真的 绍刚没问题 再来认识这么多年 如果你觉得这个五个字 对你生命当中 太沉重 接受不起的话 送给旁边那个人 送给蛋总 他接得住的 他绝对接得住的 张大 张小小 我刚才说 蛋总能接得住 丑人多周怪 你乐什么呀 大的这两个字 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叫的 所以解管你叫张小小 别什么热闹都臭 姐爸给你出个主意 善意地劝告 在那个大的下边 加两个点 以后就要张太太 比较合适 17年上 什么节目都赶上 什么钱都要赚 17年的时候 甚至还参加过一档 叫什么 原创警犬成长 那一节目 叫做神兵骑犬 骑兵神犬 对对我记得 骑兵神犬 看到这个节目以后 消息我惊呆了 我真呆了 我说现在什么人 都可以当警犬了吗 警犬的门槛那么低吗 你以为你乱咬乱叫 就可以当警犬吗 张小小 跟姐也不陌生 趁这个节目 赶紧站起来 替警犬道个歉 给警犬道个歉 真的 许之远 许先生 许之远 许之远 那个紧张 那个手都在握呀 姐妹儿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没有 我们俩很多年 没见面了 一见面的时候吧 我说 哥们儿 你那些厌世 我全知道 打住打住 给兄弟留点面 我说没事 没事 没事的 其实啊 今天我一半的时间 准备吐许之远的 但是我一到现场以后 把所有的工作人员 面带蓝色 就跟我说 姐姐姐 收得点 别别别别 许之远 老师内心比较脆弱 你看你要上台 那么说的话吧 因为文人兜不住的话 脸色会很难看的 然后我说 哎呦 我说你们真不了解 许老师 他是个有文化的人 心里他没那么小气 格局大着呢 他怎么会脸色难看呢 他就是单纯的脸难看 真的 真的 但总 有私人关系 因为许之远出了他的书 所以单总请他来做嘉宾 但是呢单总也是心机特别多 他就想用那个 徐老师 徐先生那个旗帽 来衬托他的美色 旗帽 旗帽不扬的那个旗帽 所以说你看看那徐老师 货脱分多好啊 149分 一支人质脱的价钱 所以说徐老师 下次穿鞋就一只脚 穿人质脱了 对吧 好了 咱不说了啊 颜鹤翔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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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都不认识他 怎么能不认识 开玩笑了 相声事业 刚刚有点起色了 那个郭大少爷 郭契林 你们老师的儿子 大少爷就给你抛下了 人有这个资本啊 人爹是谁啊 对吧 人家开的店 那当然想抛谁就抛谁嘛 对吧 所以说 事业刚刚起步 心就慌了 但姐是过来人 贺翔 咱小伙特别好 这两天的一聊吧 真是时尚人 姐跟你说啊 别看郭契林 郭大公子在外面 又拍综艺呀 又拍戏的 那都是逢场做戏 真的 就男人嘛 都是一个德行 玩累了 玩够了 自然就回来了 在家有点耐心 在家有点耐心 哎呀 李雪晴 我们东北小姑娘 挺好的 就算我们赵本尚 老师退役了以后 她就接班了 弘扬了铁领的文化 对吧 但你和建国炒CP之后 我觉得有点不地道 真的不像咱们 东北女孩的个性 你看你 自己参加了 那么多的活动 和那么多演出 做了那么多外快 你怎么不带下 我们建国呢 对吧 你就这么对 我们的建国吗 这个CP吗 对呀 你看 我常常看 怎么又不忍心 因为我喜欢 我也喜欢建国 然后有点感觉 什么感觉呢 就泄墨杀驴的感觉 是不是 你看这CP草这么好 自己夸 又是喜剧人 又干做那么多节目 说我这么一看 难道我看人看片了吗 这丫头挺好的 不对 我再仔细琢磨一下 瞧瞧这手段 瞧瞧这野心 这活脱脱一个 铁领邓文迪 绝对的 铁领邓文迪 那你们把我们盘紧的 莫多克怎么办 这两个人的CP啊 完全是弹总 就为了节目效果给硬凑的 根本就不合适 明白吧 根本也成不了 你们别玩这个了 也不知道 还谁给取的名字 什么雪国列车 妈呀 你们眼睛都瞎了 什么雪国列车呀 这不雪国餐车吗 什么眼神啊 啥眼神啊 来 薇雅 前辈 在电商直播 我觉得是晚辈了 这是前辈了 带货女王 不止日用百货 什么卖都好 还卖过火箭 大家都说了 卖过火箭 事闹得挺大的 确实挺大的 那天姐姐 她们点进去一看吧 哎呦 明白了 那哪是卖什么火箭 那是火箭上的一个广告 对吧 大小姐 这种博眼球的手法 姐见多了 上一次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呢 说了 疑惑 金星能不能孕育生命 看到这个标题以后 我气坏了 这不明知故问吗 谁这么多管闲事啊 点进去一看 天文学家 对不起 误会了 对不起 误会了 威亚小姐 最近上了很多中音啊 非常忙 非常忙 你看都有时间 来到我们吐槽大会了 你看吐槽大会 这点小钱 她也要赚的 这比不上直播吧 威亚小姐 所以说 最近是货卖不出去 还卖不好 不会的 这事在女生 永远不会出现的嘛 有一次在直播间都哭了 说工作太多 没有时间陪女儿 有时间来我们吐槽大会 没时间陪女儿吗 女儿天天自己在家照顾自己 哎呀 这么多年 我见了很多独立女性 但独立女儿还投一回见 真的 真的 我现在也开始做直播带货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吐槽威亚呢 是来学习的态度 怎么卖货 我发现很多主播 都会引导你冲动消费 让你买一些吧 哎呀 你根本用不到的东西 所以作为消费者 不要人云亦云 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 理性消费 不要被任何人所影响 来姐的直播间 来姐的直播间 姐让你买 你再买 好了 谢谢大家 我是金姐金星